东芝半导体的竞标案最后倒数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尽管美国微腾电子强烈反对 但东芝最快在今天跟美日韩阵营的 日本产业革新机构优先洽谈与签约 都让鸿海出局的推论甚嚣成上 产业专家表示 可能是郭董在交手过程中惹毛了日本官员 亦或是日本生趴着技术外流到大陆 不过这也不表示 以后郭董没有机会再投资日本的企业 不满平面媒体指出鸿海 在东芝半导体标案出局 22号股东会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怒斯报纸 我讲不是竞标的一个竞标案的一个 应该讲是一个高科技的大骗局 为何鸿海这么想夺得东芝半导体呢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进入到 这个半导体的一个事业 那么加速整个鸿海集团的一个转型 那么甚至也可以巩固 他在苹果订单的一个供应链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报导 最快将于27号 东芝将与日本产业革新机构 也就是美日韩正宜签署契约 但为何郭董无法如愿以偿 鸿海没有办法拿成的话 我相信是来自于这个日本政府相关的人员 有一些对他态度是不满意的 已经不是纯粹的一个产业整病 而是他已经涉及到是国安层级的一个问题 那么鸿海集团他在大陆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 那么甚至跟中国官方的一个关系也比较深一些 所以自然会觉得鸿海集团 他在未来整个标售案之后 可能会有技术外流的一个风险 当鸿海出局又会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未来台湾没有办法在这个领域当中 能够积极地卡到位 就算这一次东芝它实力 不代表未来鸿海对日本的相关的企业没有机会 未来包括了东芝 那么再加上SK海力士的一个市占率 那么整体在占整个全球Nefresh的一个版图 将会仅次于三星而位居第二 那么超越了威肯 那么成为全球第二大整个Nefresh的一个集团 美日韩联阵营如果获胜将重整半导体事战 对于鸿海帝国供应链的布局更是新的挑战 欢迎新闻赖位凡 陈淑曼台北报道 欢迎新闻 波林的领域